土地售价比便当还要便宜 只要105块钱 彰化县政府代售二战之后 没有所有权人的土地 今年第一批代售的20周B土地当中 土地面积是从12平方公尺 到18000多平方公尺都有 不过其中来看看这个最特别 最便宜的土地呢 是坐落在二水乡的日明段 第1号是1279 代售的土地面积非常的小 只有0.003平到底有多大呢 就是一个拳头这么大 其标价105元 但是由于这个土地是属于多人持有 民众就算买到了 恐怕只有持有权 没有使用权 民宅边水沟旁 这块竖起告示牌的基林地 就是县府即将代售的土地 面积0.01平方公尺 地标价只要105元 0.01平方公尺有多大 换算坪数只有0.003平 长宽大约10公分 比一张A4纸还要小 纸够放个茶杯滑鼠扫花盆 一张纸超还不够放 更别说想要两脚站立 只能垫起脚尖狂发斗 台湾在二战过后光复出奇 不少土地所有权人不明 光是一张画就有三千六百多笔 经过逐年标售仍有六百四十九笔土地代售 今年第一批代售的二十九笔土地中 面积从十二平方公尺到一万八千平方公尺都有 其中最便宜的就坐落在二水箱域民段 土地面积只有一个拳头大 加上土地属于多人持有 民众买来恐怕只有持有权 没有使用权 张画县第一批代售土地将在三十二十五开标 后续若今两次公开标售都未能标托 将已规定登记为国有 由国家处分管理火化 接下来戴人帽张画 国门开放之后观光回温 最近就有业者分享 他们要帮国外的客人带定自由行 但是对方提出了一个超狂的要求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对方要求要在短短一天之内 从台北出发 玩遍高美湿地 清净农场清水断崖 然后回到台北 这一东一西的行程 让业者上网求救 有网友开玩笑说 确定清水断崖不是清水休息站吗 也有其他的旅行社业者直呼 这个根本是没有办法 这样子很从容的玩玩 如果接到这样的要求 他们可能会直接拒绝 台湾风景优美 许多国外观光客想自由行 却有旅行社业者 接到超狂要求 业者说有四名旅客 想来台自由行 从台北出发到高美湿地 清净农场清水断崖 最后回台北要一天走完 请问要怎么报价 清水断崖不是在花莲吗 对啊 那个车程太远了 那都不是应该要玩三四天 怎么你还下车拍照 可能没有空 因为在地图上小小的 没有喔 台湾其实很大 一动一息行程 不过夜 网路上引发热议 有人说一个人十二万 坐直升机 在饭店玩大富翁 一天想走完几次都行 更有人点出 确定是清水断崖 不是清水休息站吗 但实际看看路线 台北到高美湿地 到清净农场 再直奔清水断崖 看风景 最后回台北光是车程 就要约十到十一个小时 但有网友认真规划 解套行程 一早搭火车到花莲 再坐车到清水断崖 回台北后再搭高铁 到台中高铁站 由小车接驳来回 清净极高美湿地 再搭高铁回台北 但没包含下车停留 和用餐时间 美国的客人就会 台湾有阿里山 有日月潭 有墾丁 可以两天一夜 玩这些地方 而且要回台北 那这种客人呢 其实我会告诉你 你要来台湾玩一天 台湾真的不好玩 因为你玩不到好东西 上YouTube 比一个小时 可以浏览全台湾环岛 业者解释 因为外国旅客 多半认为台湾面积不大 误以为今天很相近 该如何妥善规划行程 或是和外国旅客 沟通行程困难度 也挑战旅行射极限 记者来讲 胡伟伦台北采访报道 台湾的边防出现漏洞了吗 有一名中国大陆级的船长 驾驶重行帆船 日前却以躲避台风为理由 未经核准就进入了澎湖停靠 但是依照规定 中国级的船员没有入台证 就算是禁港避难 也不得上岸 但是有四名中国级的船员 却是上岸 玩了十天九夜 而中国级的船长 更是得意地 在网路上公开 离谱的画面 离谱的是经过调查 竟然是马公商港安检所的 副所长刻意放水 甚至还提醒 小心别被抓到 没获得许克 传向四名中国人 依旧在澎湖上岸 本该严守 台湾海域边防的官员 居然轻轻放下 我知道你们今天上午要跑掉了 以我的角色 我来解名的时候你们要到 能被抓到 你们要自己负责 我一定会说 是你们自己跑掉的 对对对 跟你没关系 我也给您挑麻烦 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被抓到 违法双方还达成默契 这名副所长越讲越夸张 就你们出港嘛 海关啊 移民署啊 就一堆杂七杂八的人过来看 很远吗 他们很近 但他们懒 中国船员陆下海巡官员 超扯对话更放上网公开 这四名中国人 五月二十七号上午 从中国泉州出港 准备环游世界 船上五人 一人美国籍 其余四人中国籍 前往日本途中 以遭遇台风为由 未先申请 就在澎湖停靠 今天早人去买菜 喝了杯咖啡 结果这群人就这样在澎湖吃美食 兼观光 爽玩十天九夜 让海巡的顶头上司 海委会主会 管闭临震怒 直言天兵 搞笑执法 害群执马 是日常少跟机吗 除了拔官严惩 更要求以未经许可 入国罪 帮助犯 依送法办 离岛边防松散 更引发质疑 放水事件 是不是冰山一角 也让海岸线管制 亮起红灯 接着我们讲 黄玉文 台湖道 民进党原名妇女部前党工 日前出面指控 遭遇性骚扰 上报主管之后 却遭到不当处置 民进党虽然公布调查报告 当时负责督导妇女部的 时任副秘书长林非凡 处置上无违背规定 但如今风暴持续延烧 林非凡在今天宣布 要退出2024立委选举 强调自己应该要 以更高的标准 来负起政治责任 他也批评国民党立委王洪威 利用受害者的苦痛 进行双重标准的政治操作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沉浅 还是顶不住性贫风暴压力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非凡 宣布退出立委选举 我想再一次 向所有关心这个事件的朋友 表达歉意 作为督导部门的当初的长官 我仍然应该要以更高的标准 负起政治责任 前妇女部党工遭到性骚扰 负责督导的林非凡 遭责疑当时能处理 必须负起责任 尽管性贫调查结果 认为林非凡跟党规 并无违背之处 但决定退选 也是不希望造成被害者二度伤害 这段时间以来我很遗憾 看到我的对手 持续利用受害者的苦痛 进行双重标准的政治操作 他自己选不下去 却把他的责任推给我 这是非常没有担当的做法 黯然退出选战 接下来由谁来选 就我所知 我们目前都还没有这个时间 进到这方面的讨论 G203的信骚事件 重创民进党形象 党主席赖清德 寄出改革 首场性评课程 要强化党工性评议事 我会认为说 这是一个类似实境秀 透过大荧幕 让全国台湾的民众 可以看到 怎么去学习到 如何去做一个 友善职场的 第一步示范的经验 黄家运是台湾第一起教授 被解聘性骚扰案 受害人 以自我经验来分享 赖清德还有党务主管 则会在周四下午上课 展现拆弹 性评争议的决心 记者夏宾林红台北报导